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武运反弹》系列的第一集 我们有请这一期的嘉宾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丑委会主席Ivan 大家好,我是董委会主席Yu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位人物 现在首先我有第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 为什么会有武运这个活动 其实是因为上次的Titrawana活动我们做得不不好了 然后上一任的主席文系同学也想要再做多一次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活动 所以我可以说这个活动是上一次的Titrawana的一个延续的活动还是 它有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主要的概念也没有讲很像 但是那些就是想要做到更好 比起上次 所以这是你的活动初衷吗? 还是你还有别的初衷? 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文化 我们这次不只召集了三大种族的表演 我们还召集了西亚种族的 据我所知上次其他玩的是 但是以古作为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前路点 这次武运是? 是不是以武术之为主要的那个看点? 是 我想问武运的这个名字是从何而来? 嗯 武运 武是代表着 因为也是武术还有舞蹈的那个写音 有武这个字 然后运是音乐的意思 哦 所以是 所以我们可以从明智可以知道 当天会有武术舞蹈和音乐 那个音乐是? 八月 八月 这样我们来问一些比较识的一点的问题 刚才你是从委会主席 你是公委会主席 为什么你要做主席? 主席为什么不好做呢? 为我缺了更多东西啊 例如? 例如 呃 跟人沟通啊 然后 这样管你的金钱 哦 所以你做从委会主席是为了要管金钱 哈哈哈 这样管我会主席呢? 呃 你是想要学到各种东西啊 好像 怎样去办好一个活动啊 然后 呃 也想要 带就是学 有一点 学到那个领导人体 提高一点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不可以由各位 就是由两位的口中 知道 这个活动有什么特点 不过他有什么看点 那不要透露这么多啦 因为 大家还是要去买票的啦 只是 我喜欢 用什么东西来吸引他们 可以来 买你的票 这是一个售票的主吧 不是 对 这样他会有什么 看点 嗯 主要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华人的东西咯 好像 就是等下有点讲到的 武术啊 然后 以武术为主啊 主要是 如果自己看到有三大宗族的武术 然后还有舞蹈 也是三大宗族的 这个就是他的痛点 不止三大宗族啊 还有家宗族啊 例如 例如 他会融入他们的舞蹈 他会融入他们的舞蹈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一次的舞运是 武术 可能 他不再配回武术 不像其他玩家 武术配武术 他可能是武术配舞蹈 武术配华乐 这样子的概念吧 不错 听起来有一点难实现 这样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们希望这一次的活动 他的目标是什么 希望比上次做到更好啊 不要很像上次一样 上次有什么不好 上次很好啊 下雨不好吗 哈哈哈 这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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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不比上次好 好的定义是什么 好再来 我们的地方 我们坐在并多这一次 我们不再像是像 像上次这样 堵那个天气危险 而且我们地点也好 然后有在空在场地也好 所以这是 场地变好 然后你们希望这一次的目标是 有什么 你们自己设下的目标是说 一定要拔到的 可以找到更多的赢助啊 那种 需要更多的钱 哈哈哈哈哈哈 没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 除了钱之外就是 我们来说说 如果以校方的角度 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希望跟随你们一起做工的同学 可以得到所谓的 除了 除了PHSK的付出 怎么办 其实最重要还是 沟通能力哦 沟通能力 可以变好 通过定数的沟通能力 这样子的话 你有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们两个都是 一个是从委会主席 那是公委会主席 这样你们就是 可以说是学生的 就是说这一次火动最高的领导 决策的两目 所以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底下的 跟你一起奋斗的同学朋友说 我想要讲的是 没选住 请你们尽快设计好你们的东西 不要再偷延那个时间 一如耶 一如有什么想要跟你底下的同学 就加油啊 做好你们的东西 然后就是看电话 看信息 然后 在那个日期之前做好它 掉一只头啊 不然我们也很难做 谢谢你 加油 其实我也很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做得成 因为 我们要 在一所国中 就是我们要跑很多活动 就是需要很多钱 而往往消防没有这种 这种财力来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只有靠学生 所以 如果各位看到这个视频的 如果你想要赞助我们 我非常欢迎 可以联络我们的学校 可以联络我们 我会把说明 放在那个说明栏那边 你们可以去点击 可以来 可以欢迎大家来 赞助我们的活动 然后 其实我想要稍微补充一点 关于这个活动的是 因为这个活动 已经不是我们学校最为主办 我们学校纯粹只是 协办这个活动 但是所有的 involved down 所有的表演跟 工作人员 都是会由我们学校提供 所以我们 我们主要的对象 是来自于 我们的 武术总会 我们会成立一个 四不迭区的武术协会 连同我们的 吉隆坡武术总会 一起来搞 一起来办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 借由推广武术 因为我相信 武术 这一块东西是 很少由 国中去推动 然后我相信 国中也可以培养出 很优秀的武术人才 然后在国中 当然也不只是 我们的中华武术 我们还有 我们的马来武术 我们还有 我们的印度武术 所以我希望可以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可以拿来 就是说我们 除了推广之余 我们也筹集一些资金 让学生 让学生可以参赛 因为毕竟 所有的 所有的参赛都不需要 不需要资金 所以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真的可以 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 至于更多的详情 我觉得我们会陆续在 后 后来的反弹系列中 主意的为大家揭晓 尤其是当我们邀请到不同的组别 像刚才我们的Ivan同学 有提起的美学主 我很期待他如何回应 Ivan同学的质疑 所以我们 我们过后会再看 大家记得要留守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呢 这一期我觉得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也感谢两位同学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为学校 为我们的 国中的武术 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大家好 欢迎大家 观看我们第一期 武云的反弹视频 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我们首先邀请 来他们自我介绍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 武云反弹系列的第一集 我们有请这一期的嘉宾 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 武云 抽委会的主席 海温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 武云 反弹系列的第一集 有请这一期的嘉宾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 抽委会主席 海温 不要 我们是 我们有请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